解封之後 各大景點開始湧現人潮 也讓醫護人員憂心忡忡 今天的生活懶人包就要來看看 國際最新研究還發現 其實如果有一人染疫的話 剩下家人感染風險還高達百分之六十二 像之前臺北市有三代同堂家庭 爆發的九人染疫事件 為了要進一步預防家庭感染的事件 醫師也呼籲大家 在家裡一定要做到三藥 三補藥 全臺為解封 高雄 其今湧現人潮但像這樣邊走邊吃 除了引發民眾疑慮 高雄市長陳其邁也再三強調 民眾應該避免在外飲食 戶外工作者在通風保持社交距離的部分 這個是可以用餐 開車叫同住家人要吃飯沒有問題 因為你在家裡喝酒吃飯 但車內飲食若是同居者非家人 規範該如何認定也成了模糊空間 而看在專業醫師眼中 其實家庭間的群聚感染風險相當高 國外的研究顯示 就是說如果家族裡面有一個成員 受到新冠肺炎的感染的話 那其他的成員呢 大概有62%會受到這個新冠病毒的感染 根據國外最新研究顯示 家中只要有一人染疫 其餘家人得病機率為62% 尤其幼童感染後高達75%都沒有症狀 成為隱形傳播者 在家也不能掉以輕心 不管你是打AZ的BNT的莫德納 你的保護力從0%增加到70%以上 那就很大的差異 為了預防家庭傳染 除了儘快接種疫苗 也要在家設置污染區 將外出穿戴的衣物包包 全放在隔離區 避免接觸 回家後也應該立刻洗手 另外還有三大NG行為 像是這樣直接用手拿食物吃 還有像這樣直接用手揉眼睛 以及用手清理鼻子都是不可以的 另外以手拿食物禁食 或是直接揉眼睛清理鼻子 通通是NG行為 面對病毒來勢洶洶 民眾在家也得做好萬全防護 才能防範病毒上門 記者吳美宣 柯成澳高雄報導